在本视频中,我们将要学习如何用大黄叶制作液体肥料。 大黄叶是一种中药材,叶子用水浸泡发酵之后, 大黄叶肥可以杀面如黑芽虫、齿祸、以及阔鱼等害虫。 要制作大黄叶肥,您需要以下工具,一把修脂剪, 一些大黄叶,一个桶,水,一根木棍,块布和一些夹子。 此外,您还需要另一个桶,一个筛子,一个空罐子,以及一个漏斗。 步骤一,收集1.5公斤的大黄叶并去除它的精。 大黄叶的精可以在烹饪中使用, 您可以在我们的烹饪视频中学习它的制作方法。 步骤二,去除叶子发黄的部分。 步骤三,将大黄叶拧碎,然后放在水桶中。 步骤四,加入10升左右的水。 步骤五,充分地搅拌,以确保所有的叶子都进入水中。 步骤六,给水桶盖上盖子,或者用夹子把布固定在水桶上。 步骤七,之后的三天内要不断地进行搅拌,让大黄叶充分发酵。 步骤八,等待肥料发酵后,将混合物过滤。 步骤九,将筛子放在新的水桶上,并将肥水倒入。 这些残渣富含氮元素,可以用于堆肥的制作。 您可以在其他的视频中学习堆肥的制作。 步骤十,将液肥倒入水桶中,并将其放在阴凉、碧光处保存。 一般情况下,这些液肥可以保存数月。 这是一种纯天然的液体肥料。 它能够对付黑鸭虫,以及鹅类幼虫。 您只需将肥液直接喷洒在遭受虫害的作物上即可。 每隔15天喷洒一次,直到虫害完全消失。 如果要杀灭阔鱼,您只需要将肥水与水按1比5的比例混合。 然后倒在植物的根部即可。 来帮2 沙秋 沙 accepts